中国富豪华邦松是香港上市公司 绘生工程集团的实际负责人 那么自去年的8月份至今 他一直下落不明 外界传闻 华邦松被带走协助调查 和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儿子周斌 拥有绘生工程的股权有关 另外据资料显示 目前有许多出市的中石油高层 都和周永康有关 总部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绘生工程 在北京、南京及香港、沙特等地 有十多个业务分支机构 员工近3000人 主要业务为国内石油企业兴建的化工项目 德国巴斯福集团在中国投资的项目 也由会生负责 去年12月30号 会生公司首次透露了 针对国有实体高层涉嫌贪腐案的调查 与华邦松有关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外界传闻周永康之子周斌 拥有会生工程股权 因此 华邦松被调查引起相关的猜测 但会生集团否认了此事 有网友说 周永康当了十年政法沙皇 不要说九常委七常委 就是所谓的二百家族内幕 全在他手上 跟他直接闹翻 就表示整个先台 现年48岁的华邦松 是香港上市公司的 会生工程集团的实际负责人 据大陆第一财经日报早前报道 华邦松身家高达十几亿美元 但是极少抛头露面 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 据了解 身为江苏星化人的华邦松 高中毕业后 与一些朋友联合搞了星化配件厂 但因无法量产 公司破产 1997年 他与哥哥华邦山前往上海 成立了会生工程的前身 上海会生化工工程公司 2005年 中石油决定在兰州 大举投资实化项目 这成为了华邦松事业的转折点 卫生工程获得了 其中部分项目的PC总承包商资格 当年4月 华邦松与中石油定立合同 设计建造五座全新裂解炉等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蒋洁敏是当时中石油集团公司的 副总经理和党组副书记 兼中石油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不过 目前并无证据表明 蒋洁敏与这一项目的审批有关 但是 自从华邦松被协助调查之后 卫生工程的财务状况有变 去年12月 卫生声明 2013年有相当程度的亏损 可能对2亿1500万美元的银行债务违约 对不对 你要想做大买卖 想挣大钱跟单官没有联系是不可能的 四川成都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奇 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 周永康在四川和北京培植了一批 跟他关系密切的达官政要 现在接二连三因涉滩遭到调查 是否与北京高层拳斗有关还不得而知 但是他认为 如果周永康家族利用权势在四川敛财 应该是